大家好,欢迎收看娱乐大嗨家 感谢关注本频道 点击订阅将会收到更快更新的信息推荐 点赞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 前段时间古天乐和萱萱合体为某品牌站台 曾被无数粉丝强烈要求在一起的他们 穿上了同为白色系的情侣装 俊男靓女十分扬眼 不管怎么看两人都是配一脸 小编的心情就如同这张图一样 不少网友纷纷感慨 这对神仙CP20年了依旧这么合称 是啊,两人1994年的时候就有过合作了 2001年火遍大江南北的寻情记 是他们合作的第四部电视剧 从青色到成熟 从小角色到一线大明星 他们彼此都见证了彼此最重要的时刻 用青梅竹马来形容都不为过 后面即使断联了十几年也没有什么不同 仍然打打闹闹 彼此看到对方就眉开眼笑 由于两人都是单身 所以隔三差五就会有绯闻传出来 但是呢基本上都被否认了 所以说现在谁也不确定 两人有没有可能 但是看他们一起出席活动和采访都太甜了 参加珠宝活动 红毯上萱萱忘记了玩手 谷天乐立马把胳膊伸过来 采访的时候永远都是谷先生给萱萱拿话筒 两人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 两人之间给人第一感觉就是在打行骂俏的小情侣 谷先生听到问起萱萱的表情超甜蜜 微博之夜采访了萱萱在谷先生隔壁采访 发出了魔性笑声 搞得谷先生都采访不下去了 一脸的无奈与宠溺 这个真的太好笑了 香港电影导演协会晚会 谷先生唱了一首《一生中最爱》 这首歌呢很好听 据粉丝提供 香港电影导演协会当晚呢 萱萱就坐在谷先生的旁边 而且镜头只扫了一下就马上转过去了 可话又说回来 两人之间的互动很明显 这么多年有事的话早就发生了 或许还是缺一点什么东西吧 虽然很希望谷萱两个人现实能够在一起 不过就算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两个人这么多年的老朋友能一直保持联系 台前幕后都有更多合作也很好了 很喜欢他们的相处模式 超喜欢看采访时的他们顾怼的样子 在娱乐圈里没有责任利益牵绊的感情 无论是哪一种感情真的是非常可贵的 我之前也看过萱萱的一个采访 他说呢像我们快50岁的人 就不在乎结婚陪伴对方就好 类似这样的了 具体不记得了 感觉他应该是不想结婚 但是身边应该有人了 至于是不是谷先生 我们就不得而知 现年49岁人气影帝 古天乐与同龄好拍档 萱萱合作的新戏犯罪现场正式上映 另两位好戏之人成为了全程热化 他们在戏中发展了一段暧昧情缘 足够让大家充满遐想 再次掀起观众对二人新式荧幕情侣的集体回忆 想当年二人在无限经典的剧集中合作寻情记 当时他们都分别是TVB当红的小生级花档 正所谓郎才女貌 在无数剧迷眼中啊 两人简直就是天作之和 可惜拍戏中归世系 现实中二人多年来一直各有各忙 也很少同框的出现在光众的视野 没有想到相隔18年 二人再合作拍戏 除了在戏中再次有感情线之外 最近更是频频的被传出 古天乐即将会在年底迎娶萱萱 当然聪明的粉丝都知道消息真实性有限 但是大家都仍然被热烈的讨论二人的婚事 紧追最新娱乐资讯 非常关心两人的感情生活 事实上古天乐与萱萱的关系 确实早已跨进了一大步了 事关如今身为影视大亨的古天乐 已经成功邀得好友加盟 萱萱现实已经正式签约了 在古天乐旗下 他们除了新戏犯罪现场有合作之外 还会合作拍摄另一部新戏 寻情记电影版 不排除接下来会有更多新的合作 无独有偶 古天乐与萱萱入行多年 二人的感情生活都相当的低调 老友鬼鬼啊传绯闻 难得他们见面却不觉得尴尬 更是齐齐现身 一连接受了多场港媒专返 洛丽为新戏宣传之余 每场访问呢 都不忘谈及对大家的感受 场面非常有爱 受访时在提到那些年的情人 古天乐随即校园自己的年纪已不同了 自己觉得成熟了 所以看事物的角度跟以前也不同了 对角色的理解也会有别 而萱萱对古天乐的形容则是 也正如他所讲 大家都成熟了 古仔呢 当然现在给人很稳重的感觉 对演戏已经驾轻就熟 不用再去多的摸索了 当然以前他也很好 拍剧时做感情信已经很厉害了 说哭就哭令我非常佩服 只是现在他的人生经历多了 演出就更有层次 他又感慨续止 自己与古天乐这位老拍档过往的点滴 我是看着他住行 看着他所有的转变 从餐餐有宋家第一部剧我们开始合作 他以前呢是不讲话好安静的 我整天啊都聊他聊天 但是他一句起两句止 现在不同了 不是我打开他 而是他自己呢慢慢的转变了 以前做演员偏文静 到离开公司发展他自己的视野 到现在有这么大的影视王国 从演员的身份只为讲笑和玩 到现在工作好认真 他可以一眼过去看到好多东西 很明显在萱萱的话语间不难看出 在他的内心 古天乐早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内向的小伙了 不过古天乐听完老友对自己的评价后 他则鬼马的表示 认为萱萱并无太大的改变 古天乐说 真的觉得他没有什么不同的 不是说他的外表 而是性格上 这是最难得的 因为做这行呢 可能会失去了自己的性格 要保持自己的性格呢 有可能生存得到是好难的 有时呢 我听别人说 你性格这样是怎么在这行生存呀 但有时未必是 我觉得不可以一概而论 他最厉害的就是在这行做了这么久 但是却并没有被污染 改变多少我觉得会有是成长间的改变 但他仍然还是他自己 他并没有因为这个世界而改变原本的自己 谈到被船擦出爱火会在年底结婚 两位当事人随即对望了一下 然后一笑置之 不过当谈到两人这次在犯罪现场中的感情戏 谷天乐竟然脱口而出说道 这次呢 我和萱萱戏份主要集中在一间屋内 讲真有点没有过瘾 如果有机会可以做一部爱情片就好 他续指呢 这一次我的角色是会严重失眠 以及出现幻视的 但是租住在萱萱家后 我才有一个避风港 压力才得以舒缓 其实无论戏里戏外 萱萱的乐天性格都时刻感染着谷天乐 在现实中 萱萱也当了她的避风港 安乐锅 彼此间的友谊实在是不言而句 萱萱更坦言 自己呢 也很回味戏中与谷天乐的感情细分 他笑说 在戏中 我最初是不知道古仔是汉匪 只知道呢 他有点奇怪 而我的角色又很贪钱 彼此的关系就变得很有趣 好像有feel 但是呢 又未有进一步的发展 中间有着一份暧昧 相信好的观众都喜欢回味这种感觉 另外提到万众期待的 《寻情记》电影版 胡天乐坦言自己也十分期待 这也是拍《寻情记》其中一个原因 大家都十几年没在聚首了 再见面都很开心 多数演员现在都已经成家立士了 不像以前无拘无束多了担子 萱萱说 好像回到那些年呢 感觉好特别 近日有媒体报道 古天乐时隔十七年 继续穿业电视剧《寻情记》之后呢 再次与萱萱携手共同的拍摄新戏 消息被爆出后很多粉丝都期待两人的再度合作 甚至有传闻称两人将于年底结婚 随后古天乐和萱萱都出面否认了传闻 但是两人均表示相互之间关系非常融洽 至今都会互相关心和惦念彼此 至今都会互相关心和惦念彼此 据悉在两人合作的新片拍摄现场 古天乐更是假戏真作 被爆在拍摄动作场面的时候 古天乐一点都没有怜香惜玉的意思 更是将与自己搭戏的萱萱用力的推向墙角 导致将萱萱的颈部扭伤 在接受采访时 萱萱表示自己并无大碍 付些冰带就能全聚了 同时萱萱称这么多年的交往中 自己深知古天乐拍戏十分的敬业 本来此次拍摄动作场面呢 自己想让替身来做 但是以为多年没有合作的古天乐演戏 不会像以往那么认真 但是没有想到还是受伤了 同时萱萱表示呢 我不会怪他 OK的 他会请客啦 OK的